好,老師好,大家好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是關於就是在做功課的時候 感覺會有另外一些人跟你一起做嘛 然後所以我想問是剛好也到試婚年齡了 所以在挑選對另外一半的時候怎麼樣去感受說 他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好好的我們互相幫助彼此 做好彼此的功課這樣靈魂伴侶的角色 怎麼樣去老師會怎麼樣去感覺 其實你的問題我們可以把它用另外一個話來說 就是說很多人如果你現在是未婚 然後你想要去找到一個另一半 也許你的旁邊有一些可能性對不對 或者是有一些追求者 那這時候你就在想說 到底誰是可以跟我一起做生命功課的那個人 對不對 這是你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像你這樣子 有心的去問這個問題的 那大部分的人問的問題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可能要去意識到的是 你認為對方做什麼事情對你來說是加分的 你認為對方做什麼事對你來說是加分的 那你要去檢視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可以幫助你選擇 譬如說像有的人 那這個當然你要很誠實啦 你知道嗎 像有的人他看到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可能送他一把玫瑰花 或者是記得他們什麼日子 他就會很加分 但是這個很加分可能是你要的 因為你覺得我就是要這個東西 那你給我就很加分 但是他們一起到一個團體裡面 然後他就發現說 可是那個男生可能都不會去幫忙 比如說大家一起烤肉 那男生就坐在那邊等烤肉吃 那就讓人家去做 可是當你自己要的要到的時候 你是不care這個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或你自己也比較自私的時候 搞不好你還想說 那正好就讓人家去忙我們兩個來 來做我們要做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自己也是一個比較自私的人 那你會看得出對方的自私嗎 不一定看得出耶 尤其是當你們在鐵密期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他就是對你好嘛 可是我們來想 其實我相信我們在座有一些朋友 你是有做過這種經驗 你的價值觀不是 不是只放在他對你好不好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 你交往的一個男生 然後他看到人家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他就跳出去很勇敢跳出去幫忙 你會心裡覺得說 我好欣賞他 有沒有 對 所以是什麼東西在替你加那個人的分 我覺得這個跟你自己的眼光很重要 你要先看到自己有沒有那個眼光 如果你心裡面 像你剛剛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是願意做我靈魂功課的人的 那其實當你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你是可以看得出 對方是不是願意做功課 你也會敏感得到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他是其實不太負責任的 你心裡面會知道 你自動就會覺得你們好像不投緣 你就會篩選掉了 即便你不是很有意識的 你都會就是好像覺得沒有感覺 甚至會扣分 所以要能夠尋覓到一個好伴侶 真的不是用頭腦的 事實上如果你是這樣品質的人 你很難去看到 比如說更好品質 你可能也識別不出來 比如說如果說你現在很 你覺得成功很重要 然後你自己也一直要成 雞雞音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很有心靈品質的人 可能他是 可能胸無大志 或者是他其實是 就是做了一個小生意 或者是一個公務員 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你會覺得那不浪漫 沒有想像空間 那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你怎麼篩選的問題 是你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自然就會遇到什麼樣的伴侶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一個很願意去 感謝別人的人 那你很容易看到 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感謝別人 這樣你們知道我意思 對 所以我覺得你要得到幸福跟靈性的伴侶 讓你可以跟他一起做靈魂功課 就是你自己培養你自己的敏銳度 那個敏銳度就是你是一個常常感謝 反省奉獻的人 你會變得很敏銳 另外那個人如果也出現這種特質 會大大的加分 那你們在一起就是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關係 因為你們會互相奉獻 像我跟M先生很好笑 我們吵架的時候 吵得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說要分手 然後我就會抓住他的肩膀 像瓊瑤那樣很用力的 我們自己們心自問 我們登課做完了嗎 這樣可以分手嗎 我們課沒有做完可以分手嗎 我說我不是說氣話 我很明顯的感覺到是不行的 這樣 然後他就留下來了 為什麼因為他很明顯感覺到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們平常其實都知道說 你們自己心裡是有那個心 知道說如果我們這個只是一個意氣用事 只是想逃避痛苦去分開的話 自己是知道的 不是心裡面有一種了解 那我們都願意誠實看這個 那就會留下來嗎 對不對 所以把自己變成一個這樣的人 我相信你會碰到跟你其縫對手的人一起成長 好 這是我 好 老師各位大家好 我已經結婚了 結婚兩年 然後前年 我的第一胎 就是那個 躁攤或檢查 那個發現基因有問題 然後小廠流掉了 然後老師我去年 又有第二胎 然後也是檢查 就是基因有問題流掉了 可是我靈魂很明白 就是我來這邊的功課 就是組成一個家庭 然後當一個好先生 當一個好爸媽 可是 我跟我太太年紀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個 我要有小孩這個 怨望已經越來越渺茫 或是甚至不可能 那我跟我太太都很痛 老師我該怎麼得到那個明白 因為我可能心裡面 已經可能有這個答案說 有心理準備說 我們沒有小孩 就是 那我給你一個方向 好不好 請坐 請坐 好 這個方向 需要你在回家的時候 靜心下來 的時候 進入你的心 然後去想 好不好 去問自己這個問題 好不好 就不要在煩惱裡面 你寧可出去叫一叫啊 洗洗澡 唱唱歌之後 你覺得你平靜了 然後你想說 好我要來做張成老師跟我講這件事 然後你才做 然後你要很誠實 的面對自己的答案 好不好 這個問題就是 我歡迎什麼樣的小孩 來到我的生命中 你問你的心 我歡迎什麼樣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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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好 不是問你的頭腦 問你的心 好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回到你的心 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 你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 先去想你 你這一生 活到現在 有哪一些值得感謝的人 好不好 有哪些值得 他們是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 會感謝的 然後 當你可以有感謝的時候 就是 我們回到心的時候 當你在這個 感謝裡面的時候 問自己說 我歡迎什麼樣的小孩 來到我生命中 那你看看 你的內心裡面 油然而生的答案是什麼 我相信 這個會對你的問題 有很大的幫助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問一下 有關於寬恕的 寬恕 我覺得 可能 長輩 有個長輩 可能會 我們 一樣做一些 到我沒有辦法 一些事情 然後剛開始 你會試著想說 他因為怎樣 怎麼樣 所以他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 就 有想要試著去原諒他 可是 又過了一陣子 那個情緒有 又 又起來 然後就跟這樣的反覆 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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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真的很想原諒他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 那 就像剛剛老師講說 可能要等 情緒 沒有那麼 可是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 做 這個功課 我覺得 想要 聽一下 是類的 那 因為我們的回答是針對大部分的朋友 不是針對個別的狀況 因為每個人個別狀況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只是告訴我一個最大概的狀況 所以我的回答也不一定是針對你 我可能是針對一個大概的情形 那我覺得呢 我現在想說的答案是這樣的 因為答案可以有很多層次 我現在想說的答案是這樣的 就是 其實不能原諒這件事情 的發源地就是損失感 如果你沒有損失 如果你沒有損失 就談不上原不原諒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 比較重要的是 你還活在損失感裡面 那你到底要活在那個損失感多久 一旦你要活在這個損失感裡面 那麼你今天要快樂跟難過 是不是操控在別人的手上 好好玩 操控在你認為的家孩子的手上 是不是這樣 搞不好他現在很逍遙了 或是你去問他說 我忘記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你看到他說他忘記了 結果你更氣 所以這變成一個 很折磨自己的狀況就是 變成是那個人在 決定你的人生了 可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損失感 當初所發生的事情 所造成的所謂的損失 到了現在還是覺得是損失 到了以後還是覺得是損失 那我到底要在那個損失裡多久 對不對 所以原諒的問題是 跟損失感有關係的 那你就好好的去想想 所謂的損失 這個議題在我人生中 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人生中的損失 我要怎麼去看待 或者我可以怎麼樣去創造 來改變這樣的看待 有沒有可能 要不然的話 太多人都可以讓我損失了 那一旦損失了 以後就變成一個烙衣 那怎麼辦 你們懂我意思嗎 那勢必會越來越苦 好 那在這裡我再稍微講的 再深一點 其實所有的損失都跟我們的自我評價有關係 那也許你現在不是很懂沒關係 但是就是你聽聽看 就是我們之所以會很希望別人用正確的態度來對我們 其實是因為我們也會評價我們自己 在別人評價你之前 你早就先定理自己的罪了 這是奇跡客人的說法 但如果我們不要用這種宗教的方式來說 就是說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在內心深處都很快的就會為自己打分數 很快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如果我做對了 別人就應該要打一個對的分數 那如果我已經做對了 你還給我打一個不對的分數 我是很生氣的 那你就試圖一直要去控制 要不是修理自己就修理別人 因為你希望最後我該得的分數 你就要是要給我這個分數 可是你為什麼要活在分數裡面 生命為什麼是要打分數的 就像如果你生了一個特殊的孩子 我只能說他是特殊 我甚至不能說 我甚至沒有別的形容詞可以形容他 因為很多形容詞都是相對的 比如說你說他是一個發展遲緩兒 可是他就是他自己 什麼叫發展遲緩 為什麼他這樣叫做遲緩 我就不懂 你們知道我意思嗎 也許你很習慣就覺得 用別人的眼光來定義這件事 可是他就是他 比如說如果你養一隻貓 你會說他是發展遲緩嗎 你會說他就這麼可愛啊 你看我為什麼要養貓 因為他永遠都是一個我的小孩 他就這麼純真 對不對 可是你對於人就有好多概念 可是這些概念都是這個社會賦予你的 你沒有辦法圓圓本本充 從這個生命的本身去看待他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就是他嘛 對不對 左撇子就是左撇子 愛男生就愛男生 愛女生就愛女生 這跟其他的 形容詞有何關聯呢 所以再回家這本書 其實有講說 如果你的小孩是一個 一個特別的小孩的話 特殊的小孩的話 那麼這樣的父母是很有福氣的 因為這代表你的靈魂功課是在這一次加速的 你會加速的成長 這是非常好的 加速的意思是 他縮短你經歷痛苦的時間喔 可能把別人好幾次要做的功課 你這一次就把它超越了 他說養這樣的小孩 事實上你會得到的甘甜 是剩餘你認為養一般的小孩的 你所謂一般的小孩的 好 這個問題我就會聊到這裡 好 來 就是因為 像老師說 生命中可能發生很多事情 就是到時候一起這樣子 然後會讓自己就是 想要審視自己的內心想的那些傷痛這樣子 然後想要去看自己到哪裡受 可是會覺得就是 最近有沒有發現 當你想要去看的時候 會覺得那個情緒就是 讓你覺得痛到一直很想逃避 然後不敢應對 不想要到什麼 可能什麼 意見是當你每次想要去面對的時候 會覺得想逃避 是 害怕你經歷的情緒 對 對 那 那 會痛到怎麼樣 就是 覺得 不敢想 覺得好像去想就會覺得 這樣 相信我 你如果真的去想 你真的去 再去經歷過一次 他可能會有很大的情緒釋放出來 那叫做釋放喔 那 那 經歷過一次很大的釋放之後 第二次的情緒就會比第一次小 那第三次又會比第二次小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 欸 你會開始 可以成為一個觀察員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想做這個功課的 對不對 只是說覺得說 啊 這個好像是一個地雷 我不能碰 我覺得很恐怖 也希望自己可以客觀的去觀察它 但是又有很多的情緒 但是呢 其實你不用害怕 你只要去接觸 即便有情緒再出來 只有第一次會很強烈 你知道嗎 就跟這個跟初吻完全是一樣 你就是想像第二次的接吻跟初吻一樣 也不可能 真的 所以 只有你去經歷過一次 你才知道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 這個是事物的法則 然後慢慢你就可以成為一個觀察員 當然如果你害怕你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 你可以找一個信任的人 最好是在做助人工作的人 因為他們有經驗 因為如果你跟一般的人說 你的朋友或家人說 我要去接觸這件事 然後就開始呈現抓狂的現象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害怕 因為他們會一直希望你不要這個感覺跟情緒 但是如果是一個有經驗的助人者 他會知道這個歷程在哪裡 他也會去保護你現在情緒傾瀉的安全等等 好 如果我還有想到什麼訊息 我會跟你說 好 有沒有問題 後面那位男士 老師好大家好 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功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所謂的靈修行 我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就覺得說 我們常說我們不要有評斷 不要有什麼 評斷對不對 不管對別人或對自己不要有評斷 可是我們不能沒有判斷 所以我覺得評斷跟判斷 或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怎樣在評斷的狀況之下 做一個接受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這個覺得 到底是評斷 還是我不可能都讓自己沒有去評斷好壞 是不是 OK 好 OK 所以我們如果換一個腳 我們如果換一個說法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衝突了 比如說從今天開始 以後你在評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換一種說法 你說我覺得它現在的位置是在哪裡 位置是在哪裡 那意味著是說 其實每一個東西每一個人每一個觀念 它都無所謂好壞 是它現在在哪個階段 在哪個位置 它有發揮功效 或它造成了衝突 只是這樣而已 那當這個觀念 比如說 你說孝順好不好 沒有辦法說好或不好啊 要看你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嗎 你如果說現在 在這件事情上 你把孝順當作優先 它產生的可能是衝突 可能是不好 對不對 它可能不會讓人真的回到愛裡面 可是 在另外一個場景的時候 我們卻要跟一個人說 你要孝順 這會讓他 從他原來的 比較不好的那個層級 或那個狀態裡面提升一點點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觀念 每個人事物 你可以去思考 它現在是在哪個位置 那是不是就比較是一個判斷 而不是一個評判 那接下來第二點我想講說 評判跟判斷有何不同呢 評判比較是從損失感出發的 就所謂的批評 論斷 這是從損失感來的 比如說那人真是一個混蛋 那個人好下地獄好了 或者說我覺得那個人真的是無藥可救 或我覺得那個人好自私 那你有沒有想過當你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搞不好是來自於一種義憤 可是這個義憤可能就是因為一個損失感 因為你覺得有那個自私人在 所以我們的世界就受到損害了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個人他丟一個垃圾 然後在大街上 就是你的重展 臺灣臉都被你丟光了這樣 是不是 但當然他 他做的這個動作的那個當下的那個 那個感覺那個能量 如果你比較敏銳是可以感受到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如果比較客觀 你如果是一個判斷就是說 我可以 我感受到他當時他丟這個的時候 他是完全在一個封閉的狀態 一個能量 他沒有感受到旁邊 你看他的臉 他那個人是比較沒有感謝的 可以感覺得到的喔 對不對 是我們可以這樣 我們這樣的論述都是很中心的 那可是如果你的論述裡面 後面是有你的損失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也許也是講同樣的 可是你是有情緒的 對不對 你是有情緒的 那你說 那我不要有這個情緒嗎 可是能說不要就不要嗎 情緒有這麼簡單嗎 對 所以我覺得 倒不是說 你不要平派 我覺得靈性成長裡面 沒有應該或不要 因為很難 對不對 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是 當你對很多事情的理解 了解 又更上一層樓的時候 那麼 原來你在那個層次的情緒自然 就不會有了 這樣你們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我舉一個 譬如說 你自己可能也是 曾經是丟垃圾的人 那或者你自己也曾經是 那個會去說謊的人或什麼 那你曾經是這樣 可是你現在走過來了 你走過來了之後 你會看 你會了解說 那個人現在的狀態 是怎樣的歷程 然後你進行 給我看 有些人 有些人 可能會有 有些人 有些人